日本进宪两名公主唐高宗宠幸后却将其关进笼子,高宗太吓人了,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鼎盛的国家之一,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吸引了众多国家前来学习,交流文化,便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据传,日本也曾向唐高宗李治进宪了两位公主,但在高宗宠幸之后,却因过度受到惊吓,将这两名公主关进了笼子,为何高宗会被公主们吓到呢?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点个订阅,一起学习历史知识。日本未表其诚意,便向唐高宗进宪了两名公主。 唐高宗自然收下了这份好意,平日唐高宗后宫家里三千,但未曾体会过这外籍女子的滋味,心急如焚的唐高宗,当晚便照兴了这来自扶桑之国的公主,一夜寻欢后,第二日,唐高宗迷迷糊糊睡醒后,眼见身边没有人,便四处寻找公主,正仔细找着,一回头,把唐高宗吓得失魂落魄,心都快跳出来了。 只见日本公主早已熟悉打扮好,正等待着侍奉唐高宗,但两位公主的妆容却是惊悚万分,他们都将脸涂抹得煞白,嘴唇涂得却如血一般的红,一微笑,还能看见他们嘴里的牙齿都是黑色的。 整个人都显得十分怪诞诡异,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唐高宗顿时暴怒,觉得天子颜面尽失,便下令将这日本公主关进笼子当中,带他询问过日本使者后,再进行发落,理智换来换官,让他去请留在宫中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使者,前来为他答疑解惑。 日本使者来到后,唐高宗愤怒指责道,为何要如此戏弄我,进县的公主都是什么鬼怪模样,你们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本使者来到长安后,也发现了长安女子的妆容,与日本女子的妆容相差甚远,便很快就明白唐高宗所说之意。 日本使者连忙跪下谢罪,并向唐高宗解释道,长安流行的妆面与日本的不同,所以才造成了这场误会,公主们前来长安, 见女子流行的妆容都是将脸都涂抹上白色的粉末,误以为整张脸越白越好,然后眉毛也是修整成短粗的形状,而嘴巴只涂抹一点烟红,点缀成两片小小的花瓣形状。 两位公主如此做法,只是误认为这是唐高宗会喜欢的妆面,想讨得理智的欢心,又因为日本贵族是以一口黑牙为美,所以他们在梳妆时将碳粉均匀地涂抹在牙齿表面。 将牙齿抹成黑色为止,正是公主们的无心之举,让唐高宗受到了惊吓,在听完日本使者的解释之后,唐高宗便令人将日本公主从笼子当中放出来,并且加以安抚后,归入了唐高宗的后宫,但唐高宗。 由于对这日本公主有了阴影,于是自此,再也没有宠幸过二人,在很多关于唐朝有关的影视剧当中,都有人提到说,为什么要模仿日本的异己化妆,这不是在胡乱篡改历史吗? 其实不然,唐朝的妆容虽然与日本一级雷同,但唐朝妆容出现在公元七世纪左右,而日本一级妆容是在公元十七世纪时才出现,所以唐朝女子的妆容才是先河。 日本使者多次访问唐朝,进行文化交流学习,也将唐朝的妆容带回到了日本,圣唐是个极为开放的时代,给予了大唐女子热情奔放的性格。 和自由追求美丽的社会现象,那时的女子的妆容都是具有特色的,额眉、鲜华、眉间的花店都是精美而富有诗意,并且唐代以白为美,便会使用鲜粉在脸上均匀地涂抹,将脸部铺白,嘴唇也用胭脂涂成胭红。 而且眉间也要画上当时最为流行的花店样式,再在嘴角两边点上两红点为笑意。 这是大唐女子的华丽热情在妆容上的表现,而日本虽然也是以大白底作为面部的表现,但却是因为在日本过去没有电灯,只能依靠蜡烛、油灯来照明,若不是将脸部涂抹成白色。 在昏暗的灯光下容易看不清楚样子,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唐朝女子妆容在红色上使用颇多,可以表现出唐朝女子性格中的热情奔放,而日本的妆容相较于唐朝女子的妆容会略显含蓄一些,但也同样体现了日本女性的柔美之处,两者都是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产物。 当唐朝强其一时时,他们多次向唐朝派出使者,寻求庇护的同时,更注重从唐朝学习先进的政治文化,日本的孝德天皇是位非常上进的人物,他上台之后没多久便颁布了改新之兆。 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改革,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被称之为大化改新,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大化改新的主要改革内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废除大贵族垄断的政治体制,成立古代中央集权的国家。 至于该如何做,自然是要向强大的唐朝看齐,也正是在这次改革之后,日本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国家名,日本国既然要向唐朝学习,自然得派去得利的使者才行,不然只学得个皮毛,似乎只会不伦不类,笑得天皇挑来挑去,最终选择了高相旋理。 此人的祖先原本是汉族规划人,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东渡去了日本,进而在此地定居下来,经过数十代的繁衍生息,已经完全融入了日本民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高相旋理和中国的渊源很深,早在隋朝时期,他便被派到中国学习过。 甚至还经历了隋朝两代君主的更替,后来高相旋理回到日本后,就被授予了郭博士,而在大化改新时,又被笑得天皇任命为革新政府的最高顾问。 就这样,高相旋理在笑得天皇的授意下,带着日本特产再次前往长安,其中还包括他认为能打动唐朝皇帝的两位角色公主,经过许久的海上漂泊。 高相旋理一行人来到了大陆,又经过数日的赶路,终于到达了唐朝的都城长安。 对于国外使者的朝进,唐高宗李治早已经习以为常,毕竟他那个威猛的爹。 可是被人尊称为天克汗,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经常见到国外的使者进宫,而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唐朝国力依然强盛,慕明朝败的自然不在少数。 所以当高相旋理进宫的消息传到宫中,并没有让李治很欣喜,毕竟此时的他在满心思想着该如何将武则天从感夜寺中弄到宫里去。 不过等到高相旋理将两位公主献给李治时,倒是引起了李治的注意。 毕竟在他的后宫中虽然家人有很多,但是外国人还真没有,在一阵把酒言欢之后,高相旋理被妥善安置。 而他带来的两位公主自然被李治格外安置,为了让他们以后的生活过得更加舒服,李治还专门在宫中为他们选择了一处幽静的别院。 当晚,李治醉醺醺醺的被下人搀扶着走进了这处别有声色的别院,并且在那里度过了颇为舒适的一个夜晚,但是第二天,当李治醒来之后,却被吓了一跳。 看着这两个日本公主,他几乎暴跳如雷,二话没说,直接命人将他们两个全部关到了笼子里,消息很快传到了高相旋理那里。 他恐慌不已,急急忙忙求见李治,想要询问出个所以然。 毕竟他在唐朝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岂能因为两个公主出了纰漏,正在气头上的李治,多次拒绝高相旋理求见的请求。 等到他气消之后,才肯接见高相旋理,只是苦了那两位公主在笼子里待了那么久,高相旋理见到李治之后,就高呼着罪该万死,征得李治的原谅之后。 高相旋理才小心翼翼地询问唐高宗为何会如此惩罚那两位貌美如花的公主,本来恭维之事很难说清,但是李治却没有避讳,直接对高相旋理说,自己一觉醒来之后,差点被两位公主的容貌给吓死。 高相旋理瞬间恍然大悟,当时的日本有这么一个习俗,当少女嫁人变成妇女之后,要将自己的眉毛剃掉,然后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白粉。 此外,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会将白白的牙齿全部涂成黑色,这种装束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流行的,甚至还很受欢迎,一般也用来表示嫁给了一个高贵的男子。 所以,唐高宗李治第二天醒来之后,见到的就是没有眉毛,黑色的牙齿,脸上非常白的两位公主,活脱脱的似乎没有一个人样。 李治不害怕才怪,高相旋理明白李治为何发怒之后,立即向唐高宗解释,这是日本的习俗,李治倒也没有追究。 李治说,毕竟这是由于两国文化不同闹出的笑话,作为天朝上国,自然要表现出大度,所以,便命人将两位公主从笼子中放了出来。 只不过在此之后,李治就对外国的女子失去了兴致,而将一颗心扑在了武则天身上,毕竟在他的眼中。 武则天的美,无人能及。 武则天的美,无人能及。